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每一只蝉在开展之前 就决心要畅想整个夏天 每一颗种子从瀑土之日 就向往着开花结果 2012年中国好声音横空出世 用音乐重新定义每年盛夏 高水准的音乐作品 真诚热烈的谈话氛围 对不起 每个周五的夜晚都充满了神奇的魔力 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期待 你是中国好声音 你应该值得起这个标志 而盲选 转移 请加入我的战队等 集聚好声音标识的符号和画 也成为了人们心中追逐梦想的代名词 中国好声音在当时 真的是一个实验性的节目 其实我们坐在导师以上和台下的学员一样没有经验 一切都是全新的 好声音拉近了全球华人的距离 不管是天南地北 只要你是炎黄子孙 就可以站在这种台上 让全世界听你唱歌 在这个节目里普通人才是主角 歌手只是为老百姓当御演 他把以往人们觉得遥不可及的东西拉近了 这就是梦想成真 自2012年至今 中国好声音共收到超过500万人报名 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名华人歌手 登上盲选舞台 共有14位常驻导师和34位梦想导师 曾为中国好声音鼎力加持 他们是黄语乐团最中间的力量 他们对年轻的音乐人心囊相受 心力相助 为追梦路上的年轻人给予了灯塔般的引导 你目前是小和财楼尖尖角 我不希望你受更多的干扰 被过早的采摘 在音乐学院中可以很好地继续自己 根深夜貌 那时候你才是真正的繁华四景 我觉得你要学我一样 我虽然到各地开演唱会 我还是带着我妈妈一起去 不管你来不来我的战队 我想跟你说 就是千万不要改 不要变 你一定要永远保持你的 你现在这份心态 我刘欢长成这样子 在中国的流行歌台上 我唱了快30年 也有很多人讲 不要看到我的长相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今天还站在 中国的流行乐台上 一种信仰 一种寄托 这样一个情感的联系 十年来 那些从好声音的舞台 成长起来的学员们 如今有许多 已成为华人音乐领域的 中流砥柱 我跟好声音的缘分 应该是十字 好声音第三季的时候 虽然没有比到最后 他教了我比大一课 我知道大编制的编曲 是怎么进行的 中国好声音这一段 经历对我来说它很重要 因为它是我第一次 在那么多人面前唱歌 非常感谢好声音给我们 很多人去搭了一条路吧 因为如果没有好声音的话 我觉得好像无论怎么样 都没有办法去猜想 或是尝试一下 自己有没有可能成为歌手 好声音是我从第一季就看的 所以也是算是 从观众到去参与这个节目 它对我唱功上面的 是一个现场的一个考验和学习 中国好声音是我的伯乐 是我的贵人 希望中国好声音也能够 一直陪伴着华语乐坛 永远浪漫 最浪漫的事 好声音在我人生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舞台吧 因为这也是 算是我歌手生涯的开端 还是非常感恩的 我作为第一季的学员 我知道那个时候 节目组导师 对于这些所谓的 我们普通的素人 给了我们很大的耐心 他成就了我 曾经自卑的少年 因为音乐变得自信 不管怎么样 以后我会有感的唱下去 曾经迷茫的少年 因为音乐变得努力 我在听梁博的 给我一点温度 给我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力量 好声音的十周年 是华语乐坛 蓬勃发展的十年 在这个最美好的年华 成长起来的90后 00后 自信多元 兼容并续 青春洋溢 奔腾着对梦想的热忱 第十季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由四位黄语乐坛顶尖导师 和四位导师助教 共同组成了史上最强导师团 让我们有请 李宗盛 我觉得每一位导师都是有他自己的个人的魅力的 我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所以放马过来 满意导师 好声音是一个无可取代的舞台 也是让无数人圆梦的舞台 我回来了 光丰导师 好声音是一个滋养音乐人的地方 也正是这种力量 永远吸引优秀的音乐人才 布局一堂 今年我在这里 你来吗 李宗盎导师 把一段事情做好很不容易 坚持十年都做到最好 就更不容易 很荣幸可以参加这次好声音 第十季的录制 希望还有很多个十年 能在好声音等你 与四位顶尖导师并肩作战的 是曾在好声音舞台上 取得过傲人战绩的四位优秀学员 我希望能够更好的帮衬老师 真正找到能够非常机傲和自豪地 送出好声音的学员吧 我曾是汪峰战队的学员 也是老师的学妹 我们都是中央院学员的 我们应该是最学员派的组合 好声音永远是非常有分量 因为还是有一群坚持的这一帮人 把好声音做了十年 你们彻彻底底地 改变了一个女孩的人生 我对现在学员特别期待 因为也会从他们身上看到 假十二的自己 那种兴奋 紧张 带来的一些瑕疵 但是又特别有生命力 十年既是过去与未来的交汇 也是传承与创新的交叠 中国好声音的十年 是华语乐坛 在变革中不断求损 融合突破的十年 也是国富民强 文化自信 空前高涨的十年 多少张青色脸庞 从这里出发 多少个追梦的旅程 从这里启航 每一次相聚的欢笑 遗憾的泪水 感动的共鸣 都会成十个夏天的专属记忆 这个学员我要立马 我们速度相识 却拥有共同的青春烙印 伴随着中国好声音的成长轨迹 伴随着祖国发展的时代音机 永远炙热 永远年轻 此刻你听见夏天的缠绵 听见舞台音乐响起 而这一切只为迎接 每一个热爱歌唱的你 中国好声音 陪伴了我们多少年 还记得那个夏天 中国好声音的第一首 倒是开唱歌吗 夏天的缠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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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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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一无所有 让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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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让我一次 I love you 你们要一次 你能让我一次 和我一次 和我一次 的缠绵 不做别的罪惧 除非是你跟我走 没有别的灯口 我的happy vibe有点多 不要太早离开我 世界已经太寂寞 我不要扯描过 让我一次爱更多 给你我所有 让我一次爱更多 现在和以后 让我一次爱更多 给你我所有 让我一次 让我一次爱更多 给你我所有 让我一次爱更多 现在和以后 让我一次 不如划伤一条孤寸的鱼 不如划伤一条孤寸的鱼 你只要留肚子又倒闭 年少时候 虔诚放过的事 沉默的沉默 在深海里 重温几次 结局还是 失去我 我被爱更多 我被爱盘出终生孤寂 不换舍 不放手 背着花不完的缘 瞬间剪不满的缘 是你 为何爱盘出终生孤寂 怎不脱 倒不过呀 每头剪不开的结 从剪不开的结 是你 每头剪不开的结 每头剪不开的结 是你 你的泪光 你的泪光 让我都带上 残白的月弯弯构筑过往 夜太满床凝结成了霜 是谁在各路上冰冷的绝望 与你轻轻弹住红色的窗 我一生在枝上 美风坠乱 梦在远方 花成一缕香 随风飘散你的模样 雪花灿满地上 你的笑容已泛黄 花落人断肠 我心事紧紧逃 每方乱夜未扬 你的影子剪不断 徒留我孤单在湖面 潮双 你的影子剪不断 徒留我孤单在湖面 你也未扬 你的影子剪不断 徒留我孤单在湖面 成双 徒留我孤单在湖面 你也未扬 你住的箱子里 我租了一间公寓 为了相遇你不期而遇 过去三年 我为什么 为什么不说喜欢你 某某某为你写下了歌曲 我找了份工作 有了些积蓄 把那些歌 录成C的相送给你 却没有勇气 你擦肩而活 你耳机听什么 能不能告诉我 躺在你学校的草场 看星空 教室里的灯 还亮着你没走 让我 让我想起为你写的歌 无论什么年代 总有人唱着爱 总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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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 有人默默的陪在你的身边 也许我不该在原地停留 当你听到歌曲 你听到歌曲 你代表我已经走远 当你听到歌曲 你听到歌曲 你代表我的爱 不曾走远 你会启动三十秒心动劝服时间 如果导师助教劝服失败 学员则无法加入该导师战队 双卫转语 双重考验 等待着十周年的好声音们 本前由 胡姬花古法小炸花生油 老油房的香赞助 这里是强势回归的 最受华人关注的大喜音乐真人秀 中国好声音2021 今年我们迎来好声音的第十季 从2012到2021 十年中国好声音 成为了大家 每个夏天最温暖的陪伴 全新的八位导师 带着回忆精彩将近 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每当我感到疼痛 就像让你抱着我 就像离职做的那样 触摸我的灵魂 每当我迷惑的时候 你都给我一床温暖 就像某个人的手臂 轻轻轻搭出我的肩膀 有时我会忽度无助 就像山坡上滚落的石子 但是只要想起你的名字 就让我重拾星星 有时我会失去方向 就像天上离群的燕子 可是只要想到你的存在 就不会再感到恐惧 我爱你中国 心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皆为你自豪 我爱你中国 心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皆为你自豪 希望你把我记住 你流浪的孩子 原来在黑山黑地 我都想念着你 希望你能够知道 你对我的意义 无论在何时何地 你就像我的生命 我爱你中国 心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我爱你中国 心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我爱你中国 心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我爱你中国 心爱的母亲 心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我为你自豪 也为你自豪 有请2021中国好声音 十周年的第一位学员登场 我叫stepjia 迪迦 今年27岁 出生长大在新疆乌鲁木齐 现在生活在成都 我是一个热爱唱歌的孩子 我就比较喜欢 blues soul rmb hiphop 就这些风格的音乐 特别吸引我 我有共鸣 在十周年的时候 我来到了好声音的舞台 我希望刻上我stepjia 的名字 在十周年的这个里程碑上面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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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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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wow yeah 不计是只有你能守候 看得清的人身影中 不计是每个人的伤 当时的人都会是老婆 咖啡在招待上 有时会最变香 美丽在你的脸上 梦里我最变唱 咖啡在招待上 有时会最变香 美丽在你的脸上 梦里我最变唱 你说你都懂 连说话都不懂 但是baby 你不要沉默我 你不要离开我 你的声音不断浮现在我脑海里 哦哦哦哦 你说你都懂 连说话都不懂 但是baby 你不要沉默我 你不要离开我 你的声音不断浮现在我脑海里 我 不计是只有你能说我 看得清的人身影中我 不计是每个人的伤 总是的人都会是老婆 咖啡在招待上 有时会最变香 美丽在你的脸上 梦里我最变唱 咖啡在招待上 有时会最变香 还挺帅 梦里我最变唱 You're giving my life I don't deny Love you right Baby you're right You're giving my life I don't deny I love you right Baby you're right 你是你的高 你说都不高 暂时 baby 你不要冷漠我 不要离开我 你的声音不断浮现在我脑海里 你说你都懂 你说我都不懂 暂时 baby 不要冷漠我 不要离开我 你的声音不断浮现在我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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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OK 我叫 Step Jet 一家 今年27岁 出生长大在新疆乌鲁木齐 现在在成都 对 这个人是非常非常会唱的 因为像这样的R&B的一个很大的 忌讳就是 太多的玩儿在转 音乐不是谁转的多 就好 但是我今天听到的 就是你该转的时候转 很少 但是特别见功力 必须要转 谢谢 谢谢 不得不转了 因为这个声音真的是很有魅力 那种律动性 还有这种感觉很性感 你知道什么叫 就是都来看我的演唱会 对 在台上那个劲儿是全在的 那个这首歌是你自己的创作 是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会写这样的一首歌 其实这首歌也是我自己的感情经历吧 在这个感情里面有好的有坏的 然后就把它写进了我的歌里 所以就是都不懂 对 因为也有好的部分 也有不好的部分 因为爱情本来就是这样的 对 搞不懂 我在这之前看另外一个平台的 每一期每一分每一秒都追的 一个rap的一个节目 我特别特别喜欢它 谢谢 你即使去别的团队 我一样会这么夸你 你明白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而且 刚才我在聊你的 一些音乐和什么时候 看又来了又来了 我对你的这个音乐有多了解 李文浩你不了解吗 你不了解吗这种音乐 不是我等着举一个哥哥姐讲完呢 我半天没讲完 好 好的那我讲两句 我参加过很多的唱歌类节目 我从来没有为RMB歌手转身过 我小时候非常喜欢RMB 我的第一张专辑转到 我自己都不知道转哪去了 你知道吗 你刚转过来那一下 我觉得是那个叫什么 那个Stuway Wonder 就有几个那个转音的感觉 就特别的有特别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刚刚风哥讲的特别好 就是转音这个东西就是怕很多 但是有的人就是可以就是不但多 而且让你觉得很舒服 他就是这个点 你像有个餐馆吃饭 有个地方你是闲你就会很生气 有这个闲你就觉得他这是个特色 就你是闲得很合理 对吧 所以你的音乐是有素质的 谢谢 对 他声音一出来我就已经想动了 然后但是我一看他这个 我不想做一个冲动的人 没事我们俩都是冲动型的 必须决定这事 对但是我后来我就觉得我想说我别先转 因为因为我知道姐一定喜欢你姐就喜欢这种有格调的音乐 一定喜欢 所以我想如果我先转过来 就到时候抢人不好抢 我俩一起转过来 你说那是什么劲 我们俩好喜欢你啊 对特别喜欢 我跟你说 如果你来我这呢 我会找到你那些特别好的哥们 我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跟 Frizy 跟Tango Z 还有行业里那些哥们通话的时候 我每一次都提到你 谢谢谢谢 我我可以找到你那些最好的哥们 让他们帮你后面的每一首给你做的 就让你觉得舒服对 他就是想炫耀一下认识你身边很多人 哈哈 而且哥你都能那么熟了 你让给我们得了我觉得 对 你私下都已经很熟了 你私下原来跟他那么熟了 不需要更多的了解了 你把你你把他让给我们这些特别崇拜这样音乐 但自己不能为力 但是我很希望他到我们战队 能够提升我们战队的价值 好不好 来到我们战队是对的 虽然我觉得我们得到你的机会不是很大 但是我觉得你 你应该要考虑一下 对他是一个唱R&B的高手 谁谁谁是R&B高手 没有没有 这里有点误会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R&B的高手 哈哈哈哈 所以对 如果你能来到我们的战队的话 我也可以配合你 有一些rap 一些很酷很时尚 成都嘛我懂的 就是很酷你懂 既然聊到成都 我给你介绍一个成都的猛人 就在我旁边的极客君毅老师 来来来 哈哈哈 我想问你是维族是吗 我维吾尔族 哦我是乙族 嗯 对我们都是少数民族吗 我也是少数民族满族 哈哈哈 哎 这番话当年纳一老师抢我的时候也说过 我也是少数民族 我是满族 叶赫纳一是 他就是不知道满族 咱俩都是少数民族 刚才看见你狂放的那个态度 有你的影子 是吧 有我当年年轻时候那劲儿 但没你这么法儿 没法儿 哎你算了 你让给 对你让给老师吧 你知道我跟你说 你要具有一个重点 我妈妈也是满族 哈哈哈 好了好没事没事 哎还有一点啊 就是我觉得我在你的音乐里面 听到就是 来自于少数民族那种热情 和自由 而且我能感觉到你的空间 感觉到还会有进行 感觉跟吹枪远似的 真的是这样 还有第三点 我就是嗯 你是我们第一第一次的 这个 好声音十周年的 八转的第一位选手 嗯 我是十年前好声音 四转选手 咱们也是四转啊 对 咱是四转吧 是四转 是的 我也是四转 那我先说我不管 我先说了 哈哈哈 然后还有一点呢 成都是不是成都锅里迪盘三 汪峰老师能认识的 我分分钟 全部能到 不容易 哈哈哈 其实他知道的啊 我认识的 你不一定能认识 我还有第五点 我还可以说 你这首作品就是 哎什么不懂 看不懂 还听不懂 什么不懂 都不懂 就是对爱情的领悟 目前是都不懂 对吧 我们对李老师 李老师明显懂了 我还不懂 你家你说一下 我们都可以跟你聊 你不懂是吗 我懂 哈哈 你懂了 懂 那我还不懂 你找一下我啊 你们的话题已经聊到了 懂不懂爱情 稍稍微有点狠啊 说实话 你来我这里 我可能 无法帮你发扬你的R&B 对 但我可以把你推荐 给每一个不认识你的人 这个是我觉得现在当下很重要的 因为你们这些小孩好 好在哪 没有人把你们掰开揉碎了 告诉别人他好在哪 我 就是你们可能只会一昧的讲我很好 对 因为大家不了解你嘛 就大家可能不会特别主动的信你 如果你到我这里来 我们两个应该是你很好的一个陪伴 你就玩你的 我就负责介绍你 谢谢 李荣浩说的就是我心里的话 我来复刻一遍 我来复刻一遍 吉克你看你这时候 娜姐学会了 其实 我告诉你啊 一家 音乐这东西啊 不用分 你是摇滚 你是流行 你是民歌 你是什么 如果你来到我跟张密晨的战队 我觉得任由你去唱有你的音乐世界 2021年八转最后冠军又是你 相信我 你想你冷静一下 不要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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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终不是 不是希望别人知道有一个唱R&B特别好的 现在我们的网络资讯已经打破了国界了 我想让别人知道有一个step jam 是最厉害的 是最厉害的 对 没错 来吧 我觉得该是你说出来的时候了 对 我的 对 我的选择是 其实我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好了 如果万峰老师李荣浩老师这样 这两位老师当中我就想的是 肯定是要选择一个的 因为万峰老师早期都是唱Blue Soul那种 我觉得他的音乐性很强 包括李荣浩老师又是一个很很牛的唱作人 这两位老师是我最想要去认识去 戏曲学习这样的一个感觉 来吧 对 我的选择是 汪芬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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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其实是没想到 作为第一个八战的选手 我觉得是我的人性 我觉得 努力是有回报的 对 我叫王俊文 今年20岁 来自哈尔滨 现在的工作就是唱歌 我是从疫情开始录唱歌视频的 第一条视频就没有露脸 从前你穿越风雨都会散走前一面 两个月后 我没想到我的视频有了一百多万点赞 是我们必顾的时间 从那之后我就开始每天发歌录歌 我从王俊文变成王俊文不胖 好像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那时候感觉自己挺幸运的 但是也挺懵的 你现在觉得自己算一个很标准的歌手吗 不算 这么多人翻唱你的歌 你还觉得自己不算一个专业的歌手吗 不算 我觉得来好声音能被老师拍的 都是唱歌很厉害的 是唱将 我也想让老师拍我 马上要上台了 很紧张 我就感觉我唱不好 好 我们去那边房间稍微休息一下 总感觉自己经历不及中 就感觉 力不从心的感觉 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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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过他好多歌 那个 从前你穿越风雨都会散作见面 他网上特别火 就是大家都在用这首歌 然后他今天有点紧张 可能发挥得不太好 但但已经唱不错了 对对对 他平时唱得更好 想想 快 想想 想想 剛好 ulfilled 那么 因为我以往在好声音的战队里的告诉我声音的变化的感染力少了一点点 所以这是我们的吗 老师好 你唱的时候紧张吗 紧张 没有 我确认一下 就刚才转的是客琴老师 莫愁 对 我转的是因为 我是新手导师 对 所以对于那种 声音有一种 静涩的感觉的那种声音 我是特别喜欢的 所以我就希望 我的战队里面有一位 就是配合这个画面 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 大家好 我叫王静雯 今年20岁 20岁 王静雯 对 其实我听到第一句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的声音很熟悉 我好像在哪里听到过 我听过你蛮多歌的 其实 然后我们有在那个社交平台上 有互相关注 然后她翻唱过我的歌 我也翻唱过她的歌 很强 你们俩互相翻唱是吗 差不多是 因为她的歌都很好听 她的歌在网上播放量有十几亿呢 很厉害 哪首歌 我也不太清楚了 因为火的歌太多了 不止一首 蛮多的其实 就是说最多的那首 就说出来把我们震到那种不行的那个 对 不一定能听过 我感觉 就只是在那个短视频平台比较 能唱唱一下吗 从前你穿越风雨都会造作坚弥 再唱再唱 后来电伞的边缘 你都懒得分一点 是我们低估了时间的善变 爱情一样冻烈的故事翻篇 我听过这首歌 好像我一看有人模仿你唱 是不是 是孙楠老师唱过这个歌 对 孙楠唱过善变这首歌 然后但我也看过别的 我看在超市里边有一个卖菜的 然后 对 那客情歌以后在菜场这一块 都不用再担心了 对 那你没有后悔 对 你知道我一开始为什么问你 紧不紧张吗 因为你所有的尾音的颤音 都比别人要快 你自己知道吧 就是你的颤音很快 速度很快 我就想确认是你紧张 还是你的特色 到后来我发现是你唱歌 就是这种特色 所以我是觉得还蛮 蛮有自己的特点的 对 都发挥自己的尾音 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武器 没有 反正现在客情大哥 把他留下了 我们日后可以一起交流嘛 对 在音乐的 我们就都放心了 对 好 我等着这个拥抱好久了 来 对 好 请一请拥抱你的导师 对 很紧张 我希望我可以在未来一部 我可以帮到他 你 嗨 早上好 这里是小爽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给你们看我的 什么 Studio 这里是我的宝贝 啾啾 小房 小汤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操的人 在家里编曲写歌 一般都是三天不洗脸 或者不洗头 更别说化妆了 好声音对我们玩音乐的人来说 是一个殿堂级的舞台 所以我特地去弄了头发 还烫了刘海 还去买了好看的衣服 小裙子 我现在这样子 真的是我最隆重的样子 平时我自己都见不到 我第一次知道好声音 大概是在第一季 也就是高中的时候 好声音在我眼里 应该是一个 国民度很高的舞台 这一次演唱机会 对我来说 应该意味着一个 好的开始吧 其实我就想做一个 能让别人舒服开心 也让我自己 舒服开心的一个创作者 胡吉花 为我加油 我最想给自己说 这就是人变爽的歌 就爱人变爽的想法去唱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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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才能见到你呢 除了短暂交接工作 还可以我都听你唱着 也许很想踏进你的生活 很多时候我会主动 找机会也许能听你说着 开不了空 徘徊转动 我不想放着 混都换失着 不敢酸甜和落寞 开着玩笑 无法抵消 无回应的烦恼 没有你的信号 他声音很好听 情爱梦 情爱梦 话藏不住 却说不出 用这首歌开口 我也喜欢 你也喜欢 对 很好 再来 谢谢 是爱梦 只要明白 我想要说的 就够 声音很好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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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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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明白 我想要说的 就 足够 真的 好 声音好听 声音好听就是一切 声音好听他就能什么都能呈现 他声音里面那种厚不是所有女歌声都有的 比较难得 然后他要啥有啥 走着 而且他要啥有啥 对 他越唱越好 他有点紧张 他一开始 你看他高音后来的这几个唱得多透啊 我觉得小助教这个策略挺好的 毕审转了的时候 我看他还是挺喜欢的 我有被张毕审给表达的取点心动了 你看他高音后来的这几个唱得多透啊 乱了 挺好 好的 那请介绍一下自己 老师们好 我叫人魅爽 人魅爽 对 我跟你讲 其实你声音里面就是有 其实也没有多么的高超的技巧 对 那种热烈 你知道吗 那个人就是唱歌需要那种热烈的情怀 真的是在感动人 你有些真心话 就为什么我喜欢你唱歌 因为我觉得就是比较比较朴实 然后没有特别多的渲染 我觉得就像一个人讲话一样 你特别真心的话 如果你加了很多技巧 别人也会觉得没那么可信度不高 因为我觉得那可能是他的一个演绎 他的舞台的一个演绎 但你讲这个话我就很谢谢你 我也很信 谢谢老师 这么高的评价 我的妈呀 然后再来就是你前面的创作 其实我能感觉到你想要去 往流行音乐方面创作 但是有很多气口很奇怪 但是我很喜欢你这个奇怪 因为你脱开了所有的套路 我也是觉得他那个 他咬字也很好 对 他的主歌没有 就是没有任何的套路可言 因为像这样的歌 你只要有一两个地方 跟其他人不一样 那就是你极大的一个财富 是 你选的也对 你看 毕审你 你跟那个极客 对 他们俩先转的是吗 对 没有没有我这边是李老师转的 你是被动转的 我吗 我的心绝对跟李老师在一起 你说什么呢 娜英老师 哈哈哈哈 看到没有娜姐 不要轻易惹极客老师 我闭嘴 但是我们家毕审是真的先转的 他帮我先看一下 对 我是想先看一下 因为他一声音出来 我就很喜欢 嗯 就很浑厚又丝滑 像蛋糕是不是 是那个味儿 是那个味儿 你在谁有巧克力 哈哈哈 丝滑的巧克力 对 但是就很好听 然后特别诚恳 让我觉得就是在听一个女孩子讲她的故事 然后让你特别有一种内心的涌动 对 呃 我也觉得可能也会让你从你的整个舞台上的状态 你的表情到你的歌词到你的旋律 所有都是一体化的 他很直给 我就是很甜蜜 我听你唱的时候我恋爱了 哦 哦 这有什么可欧的 我不能恋爱啊 嗯 嗯 可以可以 我还恋爱到嘞 可以可以 好的 我们来讲那么多了 我也想听你聊聊哈 你这首歌 你为什么会创作这样一首歌呢 呃 呃 是在前年的时候我在酒吧住唱 嗯 然后我前档有一个有一个男生 然后我是他的后一档 然后我每每次就是他唱一半的时候 我就坐那看 然后看了看 然后就很喜欢 你看 不是说对了 说对了 只有女生都女生 对 我刚才已经跟他说那个 我说他一定是跟一个也是 可能是艺人 或者也是歌手之类的人在工作 他是不是跟艺人工作的呀 好不好 他这个词 我感觉是跟艺人工作会写出来的 对对对 你刚才不是说借工作 然后跟他有交流吗 啊我的脸红了 啊对对对对 所以 哈哈哈又恋爱了一次 哈哈哈 啊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那是话比较多 那那请 请继续讲 请继续讲 是这样的 就是那歌词里就是 呃 除了短暂交接工作 就是我们在交班的时候 然后 然后 然后我每次都能听到他唱歌 然后呃偶尔还能 偶尔还能我唱完了 他可能还没走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聊聊天这样子 哇 那个男孩唱的比他好 都都能让他给迷恋了 那你想想那男孩唱多好 他来好声音了吗 没有 我感觉他唱的可能没我好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他看上别人不一定是因为唱的好 可能对可能那个男孩的整个人的那个状态 你特别深深的吸引了是吧 我感觉可能是因为他长得好看 好帅啊 他挺帅的 恋爱脑吗 喜欢你的性格 一切就是因为喜欢 我想知道一点 他知道吗 他知道我后来把这首歌给他听了 然后呢 好了吗 没有 为什么 你是不是告诉他 你觉得你唱的比他好了 是他拒绝了吗 他觉得这个歌一般 哇那这 那他的品位很高啊 我也不知道 行了咱不跟他一样 他白瞎你这片心了 没事没事帅哥多的是 对对对 所以你喜欢的男生是 好看的帅气的男生的类型 我现在不是 我现在我觉得帅是不能当饭吃的 是的 哎你看汪峰马上说 是的 没错 是的 哦对没错 张子怡喜欢你就是喜欢你的才华 啊哈哈哈 拉姐 方方你这句话接得也太快了 这可是 这可是你挑事的啊 我不想踩你的 对了姐 我可啥都没说 哎呀太可爱了 我们喜欢你这样的性格 我觉得他就是给人一个怎么讲 呢就是他讲的东西就是感觉去身边 哪个朋友的妹妹聊天的时候就是会像他这样讲吗 对对对很自然 对所以 所以他的音乐刚才也是很自然 哎那我我我问一下 你你还有别的上座吗 我写了好多歌呢 写了大概有个数量吗 写了七年大概有100多 卖了不少 卖了不少过来 卖了不少最近 因为太穷了 要来上海就花光了三首歌 哇 你来我站队以后 以后就没有这生活问题了 我跟你说 真的吗 对对你以后卖歌不愁了 谢谢 你知道我是专门给人家卖歌的吗 我从小我十几岁干这活 干了三十多次 就是天天邮件收各种 优秀的创作人的歌 然后推荐给各种歌手 你所有写的歌的版权 我给你负责 全给你推出去 好不好 我帮你收版权 我每天帮你收歌 把那些费用全给你攒着 没有而且我还可以推荐 你做别的歌手的制作人 那我也可以唱你的歌 我跟张碧晨 我跟张碧晨随便唱一个 要不然咱仨唱一个三重唱就完了 好不好 谁懂你就选谁 对 那请问你的选择是 其实 其实我来就是为了李荣霍老师来的 来吧 来吧 特别棒 特别棒 特别的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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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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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作为李荣霍老师的手转活得太荣幸了 主要也是因为李荣霍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全能的人 我看过他弹吉他确实基础很好很好很好 然后他的编曲能力特别厉害 这点是我非常佩服的一点 加入了李荣霍老师的战队伍肯定是内心狂喜 我是沙南杰 这里是我的家乡 大梁山 家乡是我音乐开始的地方 毕业那年父亲写了一首遗族诗歌给我 想让我呼取 因为艺术的表情是有点多 嗯嗯 想办法拔绝它 那就把它呃 形成一种精神 嗯 因为父亲的这一首遗族诗歌 我发现其实我对我自己民族的音乐文化了解的很少 让我决定想要回到家乡去采风 我去到了雷波县 河边 甘落县 有美姑县 听到了很多我们民族的美妙的声音 对我来说就像宝藏一样 这次来到好声音的舞台 我带来了一首表达我对家乡和父母情绪的原创歌曲 胡金花 为我加油 我也把我采风时候听到了一首遗旺诗歌 喷成了旋律放进了歌曲里面 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你 也能感受到大梁山温柔的灯火 Lullaby Please Don't Cry 跳进回忆的深海 今生在梦里摇摆 带我回两山 锁马开不过吹 买天风而轻轻吹 吹走暗默的疲惫 吹走我所有伤悲 把来不及的你所说 你是我路上的灯火 藏在心里面的温柔 至于我受过的错 生命是苦涩的光 认识吗 这个我不能给你意见 你一定要跟自己 但若我没修得正过 你还会等我到日路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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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labies don't cry 掉进回忆的深海 今生在梦里摇摆 带我回两山 挫码开不顾吹 迈天风而紧紧说 吹奏按摩的疲惫 吹奏我所有伤悲 爱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思认识不思认识 爱着和他那故事 没遇到过 那种安地 治愈我受过的错 生命是苦澀的我 犯不清是对是错 倘若我没受的经过 你还会等我到失落 说不清多少个失落 我们比较各自持各自的态度 我转是我对他的支持 我一定要支持 因为大梁山他很小 他没有那么多人 做音乐的人更少 正好因为这个赛制 让我可以暂时地 把这个私心表达出来 所以我转了 我说李老师我不给你任何意见 你一定要凭你自己的想法 大梁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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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听完之后我确实觉得稍微有点点紧张 再来就是我觉得他音乐的部分 稍微有一点点的稚嫩的力量 对我觉得即刻先讲好了 等于他们是老乡 老乡是吗 老乡 我跟他一样的非常紧张 没错 大梁山的朋友你好 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吧 大家好我叫沙南杰 我来自四川大梁山甘落县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在这里唱歌给大家听 谢谢 认识是你认识吗 怎么了 认识认识 你认识吗 我的天哪 怎么了 有亲亲吗 沙南杰 对 一模不一样了呀 是吗 什么意思我们能看一下吗 他是我的闺蜜的初恋的亲弟弟 哎 啊 好远啊 天哪这么复杂的关系 你还有一点我是来自甘落县的 甘落县很小 过来过去就这些朋友年轻的朋友 我们相互都认识 但是我跟他确实不认识 而且我闺蜜的这个初恋是我的同学 你捋得清楚吗 啊 她同学吗 她同学的什么 同学的闺蜜 我同学的亲弟弟 哦 弟弟 哦 你们那儿全是亲戚啊 差不多 而且我那闺蜜是从七岁到现在在北京一起工作 跟我住在一起的就是铁死汗死的那种闺蜜 所以这个名字我听了很多次 但是我跟他确实不认识 哦 你懂吗 我懂了 那你有没有看过当年2012年 就是啊 她唱阿基路 看过看过 有吗 四传四传 今天你们谁都没转你哦 今天谁都没转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真的是 真的是太对不起了 大梁山 我觉得她今天是这样 真的太 她有一点紧张 她有一点紧张的 对 太可惜了 对她有一点紧张 然后 我今天 这一个转 我确实我自己是有私心的 因为我觉得大梁山我一定是要支持的 而且还有一点 她有很多的作品 而且她还很小 你十几啊 哈哈 没有没有我是94年的 对 94年多大 97 都20我老了 哈哈哈哈 我怎么觉得她也是个小小孩呢 那极客要不然 上去跟她拥抱一下吧 都是来自大梁山的朋友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哎呀乖乖 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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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站起来吧 嗯 还是没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哥是这样的 初恋的同学的弟弟 对 这个呢是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没有什么关系 对 就是有点远 但是就是彼此知道 她刚才在那个演唱的时候前面有一段 那个是我们自己遗族的一些音乐 有很多很多的好的优秀的遗族的音乐人 不要哭 不要哭 然后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支持和关注大梁山的音乐 多多支持这些年轻人 我说实话 她今天表现的我觉得真的还没有那么的好 但是你还年轻 未来还有无数的路超长的路 你想怎么选怎么选 明年再来 后年再来 少生能办十年 她还有二十年三十年 三年年都来 好 好 可不可以唱一下《阿杰路》 一起唱吧 一起唱 你们俩一起唱吧 对一起唱 来一起 阿杰路 阿杰路 阿杰路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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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杰路阿杰路阿杰 再一次回来 还站在这 我十年前一开始 是这一首歌 十年后我再回来了 还是这首歌 感谢好声音 感谢好声音 成就了这么多的 有音乐梦想的年轻人 谢谢好声音 也谢谢大家 他叫沙南杰 谢谢 沙南杰 我们一定会帮你的 谢谢 卡沙沙 卡沙沙 这个是一语 这是谢谢的 准备 我干了 加油 加油 真的是在这个 梦幻般的舞台 出现了无数个 最后走向大舞台的 这些年轻人 我是见证着 他当时唱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都不敢相信 天哪 极客俊逸 2012年的极客俊逸 今天已经是 这么受欢迎的一个歌手 就是从我们这个舞台走出去的 好声音每一年一季 到今年是十年 可以说是非常罕见 和非常不容易的 年轻的音乐人 要对自己未来的路 充满希望 记得 我们永远有个中国好声音的节目 在等着你 好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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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伍柯悦 我的家乡是广东台山 作为广东孩子 每天听上几首自己熟悉的粤语歌 对我来说我的一天才会比较舒服 我的童年有着这些经典的粤语歌陪伴 就从小就是被熏套为还蛮喜欢音乐的 我就选择了音乐这条路 今天我带来的是一首让我自己感觉特别亲切的粤语歌 不知道八位导师会不会为我转身 就好好唱吧 好声音乐 好声音乐 他响他你 好声音乐 太陽如露途上 穿地上圍下廢紙張 既風追尋新墻 遠征令忘掉腳踩上 美嘆無熱浪流在我心上 他的眼光似夢樣 不敢寧我上 他的鼻彎深魅力 不敢有在想 當天夜正月亮 望著我倆正盡夢想 曼朝塞駕 九日添你進風 曼朝塞駕 風光翻上 訓練 誰不想 曼朝塞駕 佼朝塞駕 夜已轻轻跨尽窗 疲惹的小星已在魂上 风中已飘 纷飞飘满墙 魂上当天的万庄 陶上高仿佛当晚无恙 深宵独行 躺于路途上 将地上围下废纸张 急风吹进这心脏 愿尽你忘了却再想 你当忘热浪流在我心上 他的眼光似梦样不敢令我伤 他的鼻湾山魅力不敢游再想 十多一强其实这个 冬天夜正月亮望着我 借着梦海 曼朝食 有一天你进风 曼朝食 呼 他不再照射 习惊 大哥 orig 但没了心中也再想 全转了 八转八转 第二次八转 第二次八转 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老师们好 我叫五颗月 五颗月亮的五颗月 好 今年二十二岁 就读于深圳大学 刚好我这个月刚毕业 你来自哪里 我的家乡是广东台山 beyond皇家居的故乡 皇家居的故乡 我还是李克勤老师的老乡 认识很明显了 没事 我们会稳住 稳住没关系 我们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刚才我跟那姐说 就是85年的歌曲 我刚好也是85年出道的 85年 对啊 然后我一直想听到你唱那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歌当中 那一段那一句是非常重要 我一听一下你唱出来 会不会很像梅艳芳 结果呢 完全是有你自己的风格 所以这个肯定是要赚的 85年梅艳芳已经都出了这张专辑了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唱歌呢 但是它是陪伴着我们成长的 对 对对 香港的乐坛那个时候是最旺盛的时候 所以呢 对我的影响挺大的 我一直感觉 是不是那个范儿的 我就很好奇 当然你唱得非常好 然后呢 这个声音也特别的 是那个风格的 很广东的一个声音 对对对 谢谢 谢谢那颜老师 你刚才那个表演的整个那一套那个动作 我觉得都很广东 都很广东 就那个伸手呀 那个举杯望明月的那个状态 可能跟我 跟我也是从小就是沉浸在这种 就是这种经典的歌曲中成长的吧 哎呀那那太巧了 我也一直沉浸到现在 我从小是被广东歌和广东电影摧残的长大的一个人 我觉得我能为你做的是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听广东歌人 我可以告诉你 听不懂广东歌人喜欢听什么样的广东歌 嗯 因为当地人听当地人跟我们听是不一样的 我包括今年我的新的专辑都会有很多这个 就港风的歌在里面 你的专辑里有港风吗 有很港 很港风的吗 不港不要钱 不港不要钱 这个港了也不收钱不免费的 哎不要管他 他能够发装机 已经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了 应该再多加一点的 就是过来我们这边就行了 嗯 那你那么懂啊 李克勤老师的歌 你说一说你说说 我接门来生成 生成 哈哈哈哈 哪个接门接门 接门 对等等 对他 那就是李克勤老师 不是 胡花使者嘛 是是是是 哈哈哈哈 姐你看 少少跟我聊短风歌 我稍微说一两句啊好的啊 我转过来有几个理由 因为即使到今天我还是不懂粤语 哈哈哈哈 看 幸好音乐是世界的 语言不是最最重要的 而大家认识你的价值 让你的歌声 去俘获所有人 这才是最重要 所以我想的更多的是这个 而且我觉得我 应该可以做到啊 好 谢谢老师我记住了 他他可以做的 我们都可以了 不要 哈哈哈哈 我不管说太多 后悲吗 ok 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什么 和我们分享一下 站在这里会有一些还是有一些紧张 有点紧张是吧 嗯 那当然了 你没有想象过这个《中国好声音》 特别是十周年这个舞台 有有多么的让你紧张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好 《中国好声音》十周年也是陪伴了 我整个青春的时期 陪伴了你整个青春时期 对吧 谢谢 谢谢《中国好声音》也谢谢 我能够在十周年的时候 站上了这个舞台 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 谢谢你 而且还是八转 所以今天你现在踏实了 对 你选谁都是对的 嗯 我觉得年轻人可能都喜欢搞一点惊喜的东西 你搞不好会选我 因为大家都以为你会选李克勤老师 哈哈哈哈 如果不选我的话我就多丢脸啊 对啊 你看 来 你的选择是 我想选择 李克勤老师 对 抱歉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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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 确实是奔着李克勤老师去的 尤其他说到 如果这女孩不喜欢我 那我就太没面子了的时候 我心里面是想着 正好你在 刚好我来 那我不选李克勤老师 我选谁呢 我叫张露鑫 今年22岁 来自湖北武汉 我以前学的是美术 大学考到了设计专业 在2019年 我参加了好声音的面试 2020年 谢霆锋老师的好声音大棚车 开到了武汉 这是我第一次 有导师真真气气地教我唱歌 然后我也觉得自己的梦想又进了一步 好声音在十一月来到了武汉 这是疫情之后的最大的一次活动 然后 末无寒冷都蛮激动 我也想用我的音乐 来温暖一些人们 现在 我转到了音乐师范专业 愿真追求我的音乐梦想 好声音陪伴了我十年 陪伴着我长大 也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动力 今晚在这个陪伴了我 无数美好的夜晚的舞台上 我一定要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好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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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K 混音乐 发呆 一直深情在 对你的重来 清晰的黑白 心里还 不让数目所在 在你的双眼 遇见 一个无才的我拥抱未来 Your delight 跳出尘埃 去落海 奇怪的小孩 想别出心菜 渴望精彩 望着窗外发呆 一直沉浸在 对你的崇拜 绚丽的舞台 光合影对白 掉入你的存在 在你的双眼 遇见 一个无才的我拥抱未来 你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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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出尘埃 去热海 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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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the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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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love You are the life You are love ları You are Sorry You are Is You are the only one 这是好声音升级了以后的一个 这是新的玩法 如果我就是这一点 我是觉得他应该是放哪里 他都扛打 他问 那么 这一次好声音这个赛制 30秒我跟李廖老师 我们俩有一种独特的一个沟通方式 我是李老师的眼睛 毕竟他眼睛也不够大 对 然后我帮他看一看 可可爱爱小姑娘 哎呀 如果你是我你会 对 你会吗 不一定吧也很难 2 1 谢谢 哈喽 各位老师好 好 介绍一下你自己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湖北武汉的张露昕 今年22岁 非常好 你是在刚毕业吗 我现在之前是学设计的 之前没有学过音乐 然后去年我也来到了好声音 去年 然后当时没有转身 你不是在吗 你为什么不转吗 我在啊 没转 我怎么就没转呢去年 你听得熟悉吗 今年还是没转啊 哈哈 小妹们继续说 然后可能当时的我就是唱歌就是我的爱好 嗯 虽然没有转身 但是我还是毅然决然地回去报考了音乐学专业 然后又坚定了我唱歌这个想法 哦 所以好声音真是鼓励了很多爱音乐的人 对 我应该是第一个转的吗 第一个第一个 你的拖长音非常好听的 真的非常希望你可以 来 来 其实我是觉得 我从一种感慨来说哈 我刚才听的时候呢 就有一种好像穿越回到了2012年 就是这种类型的 汪峰应该知道 这种类型的这个就很纯粹就是靠声音 我知道是谁那一老师 是谁 我刚才想到了那个Rolling in the Deep 那个女孩光脚的 那是不是是不是在你那儿 对对对 黄鹤 黄鹤 我刚才就是想到她 是不是 我特别想说这女孩那气儿一模一样 有一种让我找到2012年那种纯粹的感觉 就你的声音就是很纯粹 你知道吗 就等于说我现在突然间十年了 又回到了原点 对 非常的厉害 我很需要你这样的声音 我 我不是需要你 我是很爱你 谢谢老师 我的天哪 一个85年已经出道的 这么年轻的一位宗师级的说爱你 这事儿已经比较狠了 对 你看我第一次看那姐那么坚定 谁都没看直接就拍了一个 我只相信我的耳朵 我为了克勤老师我要拼了 因为我真的觉得听到她说她爱你 我真的也实在是太激动了 我看到你是学设计专业的 我本人也会会画一点版绘 而且呢不瞒你说我在前几个月自己参与装修了一套房子 哇 我们不仅可以唱歌我们还可以搞壮修 这个拼了 小妹妹我跟你说 这个第一第一届中国好声音 吉克军逸是见证人 吴莫愁是见证人 这两位都是在前四位里头就是披荆斩绩 你可以让他们好好的分享一下 更可怕的是你先听好了啊 我这里还一冠军呢 对 张碧晨 张碧晨当年 你必须要想出 唱好声音 对 就是戴那个小蓝帽子 唱了一首她 当年我选导师的时候 为什么选娜姐 是因为我是女的 她也是女的 所以 所以在表达情感和感受情感的时候 这个角度是相同的 你能更快的 更快的感受到 更快的能够明白 这边 导师在说什么 李克勤他有一些东西 他就没法交流 你真的 对他有男女之别 对对对 可以交流 对啊 可以交流 我是翻译 我是东北翻译 克勤哥和娜姐 其实两个人都是流行演唱 流行音乐这一块的巨匠 对于你今天是真的很难选 对吧 来了来了来了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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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所以你的选择是 李克勤老师和那英老师看得出来那种可能是很喜欢我的那种感情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受宠若惊 就是何能能够受到两个老师这么喜欢的我 天哪 天哪 我们现在全场倒数十下 要不真的等不及了 好的 来十 九 八 七 从我一直看到他的那个表情 我会觉得他接到我的真情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六 五 他那种呐喊和那种爆发力还有的那个声音的那个质感 这就是我要找的 如果不出别的幺蛾子的话 他就应该能来我站队 四 三 二 一 你的选择是 你的选择是 那英老师 我真的爱你我真的 我真的爱你 你我真的爱你 我真的爱你 我对你 你 我真的爱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